英英长 把你的意大利泡给我拉上来 给我哄他娘们 待能找到饭馆里难不住好吃货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文革探店 今天文革来到了大成阳这边 文革是来追凶的 追英英长张大彪的炒鸡店 这边炒鸡一目了然 还挺好 服务人员跟我说 我们家用的是正正正经的一蒙三鸡 我说正不正经我是看不出来 待会尝尝才又知道了 前面小伙伴总是说文革 太不文明了 说鸡不说八 今天来吃鸡了 你们就点着文革说多少鸡 然后后面点着八 文革就干多少成熟 不是从这起啊 从下起开始啊 你们点着啊 今天到人这个地方吃饭完全是取决于他们这个明星老板 青岛的网红店很有名气啊 张大彪炒鸡 这个张大彪炒鸡 出名的就是人家主要就是卖炒鸡的 里面还有炒菜 我们三个人点了两个炒菜 一个拌羊脸 一个尖椒拌老豆腐 你看这个鸡吧 你看这个鸡吧 这是黑爪鸡 这个黑爪鸡在市场比普通的那个家养柴鸡了什么的 能贵一些 要不然你用柴鸡做出来那个鸡吧 特别远他 所以说他这个鸡我刚才一尝紧绷 味道是又麻又辣 我尝的是不咸 很适合我的口味 以后文哥大叔还要评上一个下酒指数 下酒是 这一盘鸡的话文哥下个五六瓶没问题 易勇掌这个炒鸡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人家这个店老板 你看过亮剑的小伙伴都知道 你过来 来来来来 看过人这个亮剑那个联系剧的都知道这是谁吧 应勇掌张大彪 把一大利炮拉上来 你嫂子又要日本人给盯去了 哪可不行 然后你这个鸡炒的 我感觉比你真人帅多了 我没想到你这个鸡还可以打分了 文哥打个分 可以打分了 先不能告诉他师傅 前面我看他们说吧 没有一只活着的鸭子能飞出南京 铃鱼人就比较嚣张了 没有一只活着的鸡能飞出铃鱼 真有这么个话说吗 那咱俩了 王国一天都得杀个钱了 把位置的 全地上司堂 这人不信你 这人杀业很重啊 认识我的小伙伴 帮他度一下 这杀业太多 我跟你说差不多就行了 你就跟我说 小伙伴说我洗酒吧 就这个漂凉糕 就那个什么痛风 我救你这个鸡 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我就想明白这个 这什么 这生命危险 这鸡腰子 蛋蛋 你吃给你补补 鸡还长蛋蛋 你跟我说你吃这个鸡 有没有生命危险吧 别岔开话题了 我就是个炒鸡的 文哥你问这个台专业 我就是个炒鸡的 这个我不懂 鸡汤还是好东西啊 我跟你说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待会走的时候 打包点鸡汤 对 把鸡汤炒都行了 你别光吃 你给我打个份 我又不是评伴 我打啥份 满份一百份 给八百行吗 大表我就问你一句 当时学日本 把你嫂子给顿起的时候 你在哪呀 我炒鸡这个 我炒鸡这个 白家 我跟你说 下次你嫂子再让日本人给低下 我跟你可不算完 那会儿我炒鸡了 你嫂子给低下之后 她在那炒鸡 我点这个138块钱的鸡 好吃 如果看前面的后面的小伙伴 哥来吃你这个鸡的话 能不能给你打点蛇 可以 没问题 打五十 我给便宜二十块钱 你走啊 看见面子 好好好 你提你是文哥的小伙伴 这只鸡过来吃二十块钱 你就可以端上桌吃饱鸡 可不是二十哈 是减二十啊 我给你开玩笑 原价138块钱的鸡减二十 又是118 提文哥啊 享受二十块钱一会 这个店就在重阳的家压园旁边 先对面 就叫张大镖林一炒鸡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就上小程序里面搜 吃货导航图 那你会搜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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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